请望叶赫纳拉氏的祖宗 明万里47年 努尔哈赤率大军 先击败明朝在了东的势 没有明朝干扰的努尔哈赤 一举拿下了叶赫女真部落 投降的布杨古因傲而不败 被努尔哈赤处死 但布杨古临终时发狂是说 无子孙 虽存一女子 亦必赴满洲 从此之后 民间一直流传灭大清者 必叶赫也 而这一传闻 由于慈禧和他的侄女光绪皇后隆 都是叶赫纳拉氏 慈禧在魏石像复仇一般大肆挥霍 独揽政权 宣统退位的诏书 又是由龙玉皇后迁发的 似乎得到了神奇的印证 后世人都将慈禧看成是复仇女神 其实这些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叶赫布与建州世代殷亲 根本不存在久迅一说 这一切只不过是买一遍的遮羞不罢了 回看历史 皇朝更迭都甩锅给女人